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给大家前面有将近十分钟的白化佛法 我们说学会情绪控制 学会尊师众佛法 然后要懂得尊敬众生 尊敬自己 我们今天在学佛 就是要懂得尊敬自己 实际上就是要尊敬众生和别人 很多人一生为什么会经常做错事情 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 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等待的是幻化人生 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事情在人间都是在变化 所以在变化当中 你可能要学会冷静 你可能要学会成着 要有智慧 当你做错一件事情 或者自己认为后悔的时候 你就应该明白 怎么样 来让自己 学会安静 怎么样会让自己 学会 借假修正 因为在人间 所有的一切 都是暂时的 没有一个道理和理由 那是永远的 所以人 如果 能够 把自己的 个性收敛 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你就会 没有报应 因为当你发脾气 你可能就会有报应 因为当你修得不好 你可能就会有业障 所以当你心 已经完全被一些物欲所控制 这个时候 你自行很难圆满 所以学会 做人 就要学会学佛 学佛 就是做人 做人 就是学佛 明白佛的道理 你才能真正的 去理解 这个世界的真谛 今天业障来了 明天 明天的灵性来了 想一想 哪一天 能够太平 想一想 我们如果不能用佛法 来圆容自己的心 你怎么样 才会让自己 变得越来越精进 所以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要顺应天使 符合佛道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天人合一 天合二为一 人 和天 只有 合在一起 你才会 成为一种 超 人间的 大能量 所以 今天 我们能 才识 那说明 你还 懂得 施舍 今天 我们能够 法布施 说明 你还肯舍得 自己的时间 还能 把自己 所认为 好的东西 施予别人 今天 你还能有 无畏施 说明 你这个人 还懂得 帮助别人 那就是 还有智慧 所以 布施 就是 把自己的 这颗心 布施出去 让自己 拥有智慧 让别人 拥有智慧 所以 我们在 学佛当中 要懂得 概念 这个概念 就是 开悟的人 是想得通的 不开悟的人 是想不通的 有智慧的人 一定开悟 开悟的人 一定会有智慧 所以 一个人 什么都想通了 他就能辨别 是非了 所以 我们人 怎么样 会有自己的 正能量 因为 我们接触到的 是这个 社会 我们接触到的 是这个 境界 所以 我希望 大家能够 好好地 学佛 修心 好好地 努力 让自己的心 变得越来越 高贵 精进 学会布施 学会 学会懂得 怎么样 让自己的心 能够变得 越来 越善良 怎么样 让自己 能够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 修心 修心 就是要控制好 持戒 要忍辱 就是坚决不做不好的事情 忍辱是什么 就是人家骂我了 我就不骂他 现在几个青年人 能够做到这样 何况 人家讲对了 你还 要找出 千条理由 万条理由 来解释 实际上 越解释 别人在边上 越看不起你 真正有修养的人 人家讲你 你不讲话 比如 当两个人 为某一件事情 争吵的时候 其中 一个解释了半天 你们说 有什么好解释 实际上 两个人 都是错的 希望大家 能够明白 这些道理 所以要精进 要懂得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所以要明白 我们这个人的心 是靠 怎么样 怎么样 才会有智慧的 就是把心 要住下来 叫住心 就是把你的心 停下来 不要去 胡思乱想 把妄念 全部忘掉 住心 住心 就是把你的心 停住了 如果你今天的心 定得下来 你们 就不会 有这些 麻烦 出来 所以要 调护好 自己的心 住心 那 就是 让心 持戒 才能守住 自己的智慧 才能 清心 寡欲 欲望 没有了 人的 烦恼 就没有了 欲望越多 烦恼 越多 欲望越少 烦恼 越少 所以 无欲 自然 心如水 这就是我们说的 人 要学会 没有欲望 因为没有欲望的人 他什么都无所谓了 他就活得 潇洒 自在 他就活在 人间的 智慧 海里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有 悬疑问答节目 继续 欢迎大家收听